说起来,青秋湖族无论是九尾湖一族还是赤湖族 都对着天上地下唯一的一只九尾红湖是极尽宠爱的 凤九的爹爹虽然在他少时经常责罚他 但也终究是担心他这只唯一的九尾红湖不成器 若是一般神族的女儿也就罢了 可这凤九天生就是要继承青秋大统的 白衣上神这才在凤九的教育上煞费苦心甚至有些严苛 可自凤九慢慢长大 经历了很多之后 尤其是从前与东华帝君爱而不得知识的各种 经历也让白衣上神对他的嗜毒之情表露无疑 因此,虽然白浅方才说的话是多余 但也是让众人更加明白凤九在整个青秋的重要性 可是,除了青秋 时里桃林对凤九亦是如此 如今少晚醒来 更是对这几次三番出现在他梦中的小姑娘十分喜爱 世事偏袒 且为了表示自己对凤九的支持与喜爱 就连婚嫁也是选了青秋作为娘嫁 如今,素来被称为挂在墙上的神仙东华帝君被凤 酒拉入这滚滚红尘之后更是情观大开的样子 不仅整个人活泼了些 酒连做神仙的鲜味都少了几分 反倒是多了几分凡间夫妻的烟火气 对凤九那更是捧在手上怕摔了 还在嘴里怕化了 凡是与凤九扯上关系的东华帝君自是半分也不肯让步 这最后一句的总结出自连颂之口 连颂果然情场一把好手 世事通明 好比此时 白浅虽然说了一句废话 但这样的废话东华帝君对着凤九不知说了多少 都是因为关心责乱 东华帝君牵着凤九的手紧紧地握着 既然恶灵之影已经游往伤海精纯魂魄收服 那几位尊神就要着手召唤鸿蒙之气了 照眼下的情形 那灵须制开了天兵天将就是为了分散神族的战斗力 自己应该不久就会现身了 众人一番商量 九重天虽然游离三界之外 但鸿蒙之气中的混沌元气到底会伤了九重天上众多的仙子仙女 四海八荒此时正遭恶灵屠戮 鸿蒙之气的混沌元气一旦来了 只会加重恶灵的恶气 思来想去 持稳决定还是在方丈仙山召唤为妙 一来这方丈仙山是上古时期的神山 有金祖龙开辟 几十万年以来仙泽深厚 且山中从无其他仙子仙女 仅有的侍奉者最年轻的都是十几万岁的龙族后裔 虽说法力或许不那么深厚 但也不至于被鸿蒙之气蒙了心旨 二来这方丈仙山由于强大的仙泽庇佑 一般人上不来 而灵属要毁天灭的第一个就是要来解决吃稳 因此他一定会首先来方丈仙山的 在方丈仙山解决掉灵属最合适不过了 如此合计一番 众人便前往方丈仙山 不得不说 祖龙真的十分有眼光 这方丈仙山位于东海海中央 山与水呼应 树木葱龙 仙泽环绕 神之草以灵兽更是在这里繁衍生息 可谓是四海八荒第一仙境 较知哲言的十里桃林胜在物产丰富 比至民风淳朴的青秋更添世外仙泽之感 论其九重天 则是以自然之美而独立 凤九感叹着方丈仙山如此景象 一时间竟然想起了范静的清幽灼然 更觉此两处简直是神仙的天堂 东华帝君则没有凤九一般的贤情雅致欣赏 这仙山之景 一来是从前祖龙还在支持东华帝君 便时常光顾于此的 实在是有些司空见惯 二来则是东华帝君 现在一门心思地想着稍后凤 九取心头血之事 如何才能减少他的疼痛质感 想起在阿兰若之梦中 凤九为了帮助晨叶救下 菊诺伤了自己的手之后 又怕被大家发现自己不是真正的 阿兰若怕痛的 纠结着要不要再在自己的手掌 在画一刀时的表情 从前只觉得可爱 现在想来却是满满的心痛 凤九这个小丫头本来就十分怕痛 如今要取心头血 岂不是犹如断尾之痛吗 东华帝君此时真的是无心顾及其他 一脸担忧神色凝重 而东华帝君的神情却悉数 被吃闻等人看在眼里 其实大概除了凤九 所有人都在为凤九担心着 虽然取心头血也不是第一次听说 当年白浅为了保护墨渊的先生 更是每日取自己的心头血 喂养墨渊七万年 其中痛楚在叶华见到白浅胸口的伤疤 就能略知一二 而那时白浅每日取的心头血尚有量可循 而现在为了召唤这鸿蒙之气 所需的血不知道要多少 一切都是未知的 就连东华帝君这个向来 是是做的定算的稳的 尊神也不知道引来这鸿蒙之气需要多少血 自己倒是无妨 可是凤九 其实凤九也不是不担心 可是凤九知道 身为青丘女君担负着保护青丘的责任 同时又是东华帝君的帝后 保护四海八荒的和平也是她的责任 她更知道此时众人都在担心着她 她唯有坚强才能让大家不那么忧虑 如果此时自己一副害怕的模样 以东华帝君的护妻心态 以众人的恋爱之心一定不会让她这样做的 凤九不能这么自私 身为青丘女君 她要有自己的君王之气 不多时 众人来到仙山之中一处 仙泽最盛的平坦开阔之处 据说这是祖龙还在首 有同东华莫元少婉舌 严白纸等人一同向父神讨教法术佛里的地方 一来二去 造就了此处浓郁的仙泽 若说灵气 这天上地下怕是只有碧海苍灵才能与之媲美了 众人来到此处各自找了位置坐定 东华凤九挨着彼此坐下 众人都不作声 他们早已商量好了这鸿蒙之气来了之后 便由东华帝君收服 而凤九则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以便于在后续对阵灵旭之时 能够更好地运用这鸿蒙之气 众人还商议 既然灵旭给他们下了一个连环套 那么他们也给灵旭下一个连环套 众位上神在东华帝君和凤九对阵灵旭之时 他们分别在不同方位主攻 这样一来 东华帝君和凤九无需耗损过多修为法术 鸿蒙之气也能够得以很好的运用 其他尊神也可以在此次大战中 掠尽自己的棉薄之力 用连颂的话来说 他们要告诉四海八荒 神族 拿得出手的上神还是颇有几位的 东华帝君一脸严肃地看着凤九 道 小白 若是很疼就取少一些 凤九自然明白东华的关心 但由于凤九真的怕疼 此时已是面色有些发白 但为了不让东华等人更加担心 凤九勉强撤出一丝笑容担抚众人 正当凤九画出短刀之时 吃吻却阻止道 这红玉笛是女娲娘娘的神物 能够净化一些妖气灼西 稍后你们召唤鸿蒙之气时 我施法用红玉笛在阵法最外层笼罩红玉笛的神力 这样或许你们可以少用一些血 哲言道 这样最好 我们差点忘了红玉笛这个宝贝 且红玉笛也认了凤九的主 小儿也不会与凤九法力相撞 甚好甚好 众人在听完吃吻和哲言的话都稍稍放松了心情 如此 凤九受到的伤害就会少很多 东华帝君更是破天荒地感激地看了一眼吃吻 山间会风合唱 菩提树的树枝数月轻轻随风摆动 东华帝君伸出左手 右手则一双剑指轻轻在左手掌心一化 不多时 东华帝君特有的赤金血便流了出来 而凤九那边则是鼓足勇气 眼睛一闭 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拿着短刀朝自己的心口扎去 在刀锋扎进凤九心头的同时 东华帝君眉头立刻紧紧皱起 东华帝君则是离开自己的坐席 飞速来到凤九身边 一把将凤九抱在怀里 凤九也在刀锋入心口的同时 面色更加发白 但这个小狐狸却始终双唇紧闭 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身影 血随着凤九抽出的短刀不停地流下来 这速度可见凤九扎得不是一般的身 东华帝君见状立刻施法将自己的赤金血 与凤九的狐足心头血相融合 众人见两股血液完美融合在一起发出了红光 与此同时 赤文也是画出了红玉笛 使法启动红玉笛的神力 红玉笛的红光四散 东华帝君与凤九对视一眼 共同驱动法术 召唤远古鸿蒙之气 众位尊神焦急地等待着 而赤文也是在目不转睛地盯着 法阵中心的任何一点动静 以免错过鸿蒙之气 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凤九脸色越来越白 但此时法阵中心还没有什么变化 众人心急如焚 就在此时 山间风起云涌 众人见状欲感红蒙之气将来 果然 煞世间 一团黑色的浑浊气团奔涌而来 来路两旁的菩提树和灵竹瞬间枯萎 众位尊神皆启动法术 准备抵御这红蒙之气 但谁知这股气息到了法阵中心 却停了下来 在法阵中心飘荡着 持稳见状 双手一挥 早已整个带淡的红玉笛的神力便正正笼罩着整个法场 将众位尊神一并笼罩其中 凤九东华健壮 也是似似盯住法阵中心的那股鸿蒙之气 只见那原本浑浊不堪的鸿蒙之气逐渐浑浊消退 渐渐表露出纯黑有亮的黑色 也没有了刚才来时的煞气 渐渐变得乖巧起来 更久东华露出淡淡的微笑 两人共同加深法力 另一旁的吃吻也一同催动加深了红玉笛的威力 随后 东华帝君收起一只手 再另行驱动法术 随着东华帝君的紫光 那股黑色的鸿蒙之气便被笼罩在这紫色仙泽中 由东华帝君一并收回 瞬间 山间又恢复如常 而吃吻早已是满头大汗 收起了红玉笛 与此同时 东华帝君身边的凤酒则是晕倒在东华怀里 东华帝君来不及多说 抱起凤酒便消失了 只留下一句 琉璃宫 众位尊神会议 一起回到了金语琉璃宫中 哲言则是按照东华早前的叮嘱 取仙山的仙的取了神之草再回到宫中 金语琉璃宫中 东华帝君将凤酒放在卧榻之上 施法止住了凤酒的血 同时又再次施法为凤酒疗伤 哲言也及时地将熬成补药的神之草及一瓶丹药递给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拿到之后 小心翼翼地为凤酒服下 终于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凤酒睁开了眼睛 面色也逐渐恢复 正当众人欣喜之际 林须的声音却从山下传来 林须拜访 不知兄长有空否 林须的声音悠长深厚 完全不像是一个修行十几万年的龙族旁之后裔 道与有着几十万年修为的神仙有的依比 施吻听着这浑厚的声音 先是皱了眉 然后转身走出房间 来到店外 道 正好 我也得了一方新茶 正于邀请你来品茶 说着 施吻在店外不远处的空地上画出了茶席 走了过去 坐下开始烹茶 等着林须的现身 我就继续遇到喉物